風九龍被任命為新的衛拳龍的教練 您的感想 大家好 我是風九龍 在1990年3月17號 在台北市立棒球場爆滿的球迷 在我們的龍迷見證之下 我套上了職棒的舞台 這也是我第一個球隊 穿著衛拳龍的球隊在比賽 在那30年裡面 我寫我的棒球故事 我想透過我的棒子跟我的手套 寫著我的棒球職棒而生 也是我們全國喜愛職棒的球迷 共同美好的回憶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三頭 能讓衛拳龍復活 然後回到職棒的回報 甚至於讓全國的球迷 期待的職棒第五隊終於要誕生了 這一切的努力付出 真的要感謝我們山董 在當時我的印象中 山董是一個和安慈祥的長者 但是看到在這個觀眾席為我們 呐喊比賽的時候 看得出他對於棒球的熱愛及這個執著 尤其在最近報紙上也看到 他對於基層棒球的付出跟協助 再以一個棒球人的身分 在此要感謝山董 對棒球做出這些這麼多的貢獻 當然這次很榮幸山董把我又熱情的邀為 來衛拳龍隊當教練 我想我會在這多年學習的經驗跟技巧 來回饋我們自己的母隊 最主要是也來答謝我們這麼多年 衛拳龍你不離不棄的堅持 我想龍魂撲滅很快就會再出現 最後我還是要感謝山董 給我這個機會回到衛拳龍跟職棒廠商 我會全力的協助我的 算葉總也是送我的學弟 我們一起打兵 再造我們衛拳龍魂 衛拳王朝謝謝